你 你 妈 我听说你病了 特意来看你 好点没有 有心 这是我应该的 我是你儿媳妇嘛 这是天经地义的 不知道佟小姐站在这儿 是什么身份呢 你们两个先进去吧 好 站住 这房子是我老公呢 请教官 做人要公道 家里的事 您要正言要顺 您这么做 也太委屈咱们家大小姐了 好一句咱们家大小姐 这个管家也这么起音 那你就何必降低身份了 看我这个老太婆呢 少欣现在不在家 你们请回吧 等我儿子回来啊 我会告诉他你们来过 好 等等 妈 我就跟他说一句话 一句话而已 而且你在这儿 我还敢放肆吗 你 你以为我真的不敢吗 孟永飞 老公 小姐 江教授 你怎么办 江教授 江教授 妈 你怎么了 没事儿 扶我妈进去吧 是 好 来 慢点儿 来 靠来 我 舒服 你 只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事吧 没事 真的没事 很痛是不是 我没事 蒋教授 我先走了 同学 莫先生 陈先生他们来了 在客厅里 知道了 去忙你的吧 我要去谈点事情 你可不可以留下来陪我妈 谢谢 温雪 来 陪我去看看他们在忙什么 小和 要不你给邵谦说吧 我先走了 你怎么回事啊 你是担心邵谦 因为孩子的事情 不能原谅你吗 都什么时候了 大局为重吗 可 什么事 邵谦 是沐震飞 去书房说 沐震飞的手上 有导航一个样品 如果他拿去检查 就会发现问题 这样我们的计划就前功尽弃了 只要沐震飞跟那两个机器厂家签了合约 那我们就可以动手了 那我们就可以动手了 所以少见啊 我们得先想办法对付那个沐震飞啊 他们说的是震飞吗 好像是 蒋教授 我还以为沐震飞是个二世祖 他倒是蛮精明的 我小看他了 我可没有 其实海南那个巡魔 他早就怀疑是我故意输给陶姐 今天的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总得想个对策呀 对 我们要想个法子 在他还没发现什么之前 让沐长河把他撤出这个计划 我倒想了个办法 肯定会让沐长河气得发疯 马上终止沐震飞在眼中的业务 不过 一定要得到你的同意 说 是这样 你和佟文明女儿的事情我知道 那个孩子的事情我也知道 早先 欢迎有人在网上爆料的事 今天 我又仔细看了一遍 当初不是沐震飞出面帮你顶包 说佟雪是她的女朋友 把事情压下去了吗 那现在 我们就利用这件事 向媒体爆料 说佟雪流产了 孩子是沐震飞的 是沐震飞逼着她打台的 你在说什么 少天啊 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不允许 我不允许你们再提这件事 为什么不能提 你就确定那个孩子是你的吗 是不是我的孩子不用你们管 你们不要去碰她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这么大的脾气 老程说得没错 你是因为那个女人昏了头 是她们害死了你爸 够了 你们两个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爸 不要这样 你先陪我妈回房去 你给我闭嘴 幸好刚才你没答应她们 要不然我肯定冲你两个耳朵 我儿子不是坏的 你们两个也不是坏的 到底是什么 让你们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佳月女士 做生意就是这样的 借口 当年你娶了慕有飞之后 我选择回去德国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留下来没有用 已经把全副精神都投在事业上 你需要的 是替你打仗的人 不是我这个不许你这么做 不许你那么做的母亲 我不想逼你 我也不敢逼你 我怕我越逼你 你会离我越远 可是今天我后悔了 我真的很后悔 把你交在他们两个人手上 妈 既然我都没答应他们 你就别生气了好不好 生意上的事我有分寸的 他们也不应该 受你这样的指责 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只是想帮我夺回末世 这十年来是他们在帮我的 帮你 把你卖给末世就是在帮你 你这话 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 那我问你 当初我儿子想要答应末世 用结婚来交换资金的时候 你们有阻止过吗 对 我劝我少钱让她想清楚 那就是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 因为这是一条捷径 一条可以最快拿到钱的捷径 你们是为了图方便 而你 你是没志气 这话我逼了十年了 你们想要保住末世 没有人会说你们不对 可是还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少千你相信自己的能力 如果你们两个也相信 少千的能力 你们大可以从头开始 不管是你爸爸 还是末长河 他们不都是一手一脚的 靠自己的能力 打出了一片天吗 你们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上去 等到全都够硬了 再把末世拿回来 可是为什么没这么做 因为这是条男性的人 还不如把自己卖了来的容业 好了 卖了又怎么样 十年了 你们三个人在屋檐下 一直低着头 十年后的今天 好像你们终于等到了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以你们就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 沐正非有害你们吗 可你呢 当年 当年 你又去了哪儿呢 在观念的时刻 你不是人向少千 跑到德国去了吗 那是因为我有事 我有教他 务必等我回来再做决定 有什么事 比自己的儿子更重要呢 小河 算了 别说了 究竟是什么事 蒋教授 究竟是怎么回事 够了不要再说了 蒋教授 蒋教授 妈